同樣也是地方的期待 國道5號側車道西南路段目前只通道東山 由於假日的時候從蘇澳上交流道的車輛是相當多 所以造成蘇澳居民往北是十分不便 所以地方爭取側車道可以延伸到蘇澳 方便蘇澳證明往北的權利 國道5號高架橋下的側車道西南路段目前只通道東山 銜接隆德工業區會直接通往蘇澳 由於假日期間國道5號蘇澳交流道的車輛相當多 交通勇盛 造成蘇澳居民要往宜蘭的方向不是要跟著堵車 不然就要繞遠路再銜接側車道非常的不便 因此地方極力爭取側車道能夠向南延伸到蘇澳 以利地方的通行 所謂的街市場 每次下班都擺車 每次下班都擺車 因為要怎樣 在東古斯基金台時 這個做得到都要把它通過來 你現在 你的頭銜都規劃在我們的收穫圈來佩戀了 他們就也沒問題了 你整個 整個胡亂高速公路的地方都通好 有時候你那些新車店 不敢回來 例如我們一個人不用去 因為我們去的黑包 對此縣政府表示車車道往南延伸 銜接到蘇澳交流道的附近道路 之前做過評估 但都有其困難性 不過縣政府會再針對可行性 及必要性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若真有需要以及新建可行性 將向中央來爭取經費失作 宜蘭新聞記者 石世銘 採訪報導